七戒 第一,凡靠两条腿行走者皆为仇敌 二,凡靠四肢行走者或者掌翅膀者皆为亲友 三,任何动物不得做医 四,任何动物不得恶床 五,任何动物不得饮酒 六,任何动物不得伤害其他动物 七,所有动物一律平等 所有动物一律平等 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 在两千多年前 有一个叫孟子的人说过这么一句话 人必自辱 然后人辱之 就在今天中国有很多人在抱怨 为什么外国人经常批评中国人 为什么我们很多行为被外国人所批评 甚至有的人上港上线到歧视中国人 按中国的老话来说 其实我们首先应该照照镜子 看看是否自己的脸上很肮脏 我们可以在YouTube上 或者是在任何一个海外的媒体频道下面 可以很轻易的看到满坑满谷的中国人在马大街 就算那些到了海外的中国留学生 满口的粗话 正如我上一个视频 大家也看得到 当然很多外国人可能听不懂我们的这些出言会语 但是更多的是我们中国人所做的 所行的 更是让人深厌 租入跑到巴黎的商场里面去杀尿 在巴黎公园的喷水池里面去洗澡 租入池内 其实这些是个人修养 个人习惯的问题 还多多少少可以原谅 但更多的是我们中国人出到海外 如果是一个集体 一个团体出去的话 那些行为才真正的会让外国人大惊失色 就在我们中国人所宣传的水深火热的伊拉克 被美国人用战争暴力摧毁了萨达姆之后 生活在战争恐惧之下的伊拉克 我们中国人去搭救他们 借救他们与水深火热 有一位在伊拉克工作数年的一个朋友就写了一篇文章 贫数为什么连伊拉克人 连水深火热 我们是他的救世主 中国人是他的救世主 他们居然也看不起我们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从伊拉克南部城市巴斯拉 进入伊拉克境内的中国人 大都有这样的经历 办理落地迁的中国人先交付照 但在这一个时期 中国人都是最后一批办理完毕的 那些慢悠悠的西方人后交付照 但落地迁却早早办妥 很多中国人很是喇闷 我们中国人冒着生命危险 全身心的投入到伊拉克的战后重建工作 为什么还被伊拉克人歧视和慢待 而那些干涉伊拉克内政 到处被宣扬为侵略者和破坏者的美帝和西方人 为什么在被伊拉克人尊敬和敬仰呢 中国人在海外被歧视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但是被伊拉克人歧视 这还是第一次碰上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呢 这位先生呢 他在伊拉克工作了很多年 谈一谈伊拉克工作和生活中的几件小事 我们从这些小事中管中窥豹 看看伊拉克人为什么会歧视中国人 在伊拉克南部的鲁麦拉地区 有一个中国央企建立了一个营地 作为办公生活的场所 有来自有20多个国家的人入住这个营地 包括西方人东方人还有很多的伊拉克人 可以说中国企业建立的这个营地 就是一个联合国 生活在这个小联合国中的各国人一起工作生活 但是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的方式却截然不同 处处呈现出强烈的对比 比如说我们来看看下面的工作细节 第一个住宿 中国人是严格的按照等级制度来安排中国人的住宿的 小的领导是单间 大的领导 处级干部以上是套间 普通的工作人员是两个或三个人一间 工作人员就是工人 普通的工人是六个或八个人一个房间 是集装箱啊 请注意不是不是那种正式的房子 房间不同里面配置的区别也很大 领导的房间是大床配备高档的床单 备照还有冰箱烟酒和零食 后勤保障人员每天端来新鲜的水果放在领导房间 供其享用 一般的房间呢就是一张小床 工人可就惨了 七八个人挤在一个用铁皮制作的集装箱里面 没有洗澡设施和卫生间 他们每天都要去公共厕所解决个人的卫生问题 不过这些中国工人并没有怨言 他们能来到伊拉克工作就是万幸 毕竟能挣不少钱了 根本不会计较生活中这些最低的待遇 他们不仅不会震恨领导 反而对领导感激不尽 显然在这个地处伊拉克境内的小小中国的企业的营地中 中国人官分五等 一分十色 而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入住这个中国营地的西方公司是如何安排员工住宿的 平等是最大的特点 比如说有个英国公司安排他的员工住宿和我们中国公司就完全不一样 每一个人都必须是单间 每一间必须配备齐全的设备 不管是不是领导 当初在这个问题谈判的时候 中国的企业希望这个英国公司两个人住一间 但这个英国公司毫不让步 中国企业不得不妥协 后来由于这个英国公司的人员工越来越多 房间实在是不够住 所以说他们就贴出一张告示 说只要两个人愿意住一个房间 每人每个月补住一千三百美元 这样的事情我们中国人是无法想象的 说完住宿我们再来看迎来送往 有一个中国企业在伊拉克从事生产 经营活动迎来送往非常高调 如果中国的企业领导来营地视察 营地要动员一番 要求中方的员工到门口列队欢迎 这个是我们特色 如果大一点的领导来了 整个营地要彩旗飘飘锣鼓喧天 还要请伊拉克分包商的伊拉克人 和其他的外籍员工 与中方员工一起列队欢迎 以彰显自己国际化 晚上当然是接风洗尘的盛宴了 如果领导要走 还要喝一个送行酒 很多得到消息的中国员工 都主动的到领导的房间 希望送领导一层以留下好的印象 而那些默默无闻的中国级员工 普通人的话 如果要出门要远行 不仅连个送行的人找不到 更加别提喝什么送行酒了 而西方公司的领导来去呢 从来都是悄无声息的 比如说这个英国公司的一个主管 相当于是我们的厅局级干部 他时不时的出现在这个营地中 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来的 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走的 这个快七十岁的老头 一个人经常默默的在营地里面散步 自己去吃饭 没有人陪伴在他的身边忙前忙后 而中国的领导在营地里面总是 簇拥着前后簇拥着一大堆人 大夫小叫 我们在中国有句笑话 在厕所里面如果不小心撞到了领导 会尘惶尘孔的问领导 领导啊你也亲自来上厕所了吗 因为在中国普通人的眼中 中国的领导是天上的神仙 他们连厕所都不用上了 好我们回头再说伊拉克这个营地 第三打招呼 在这个营地里不知道为什么 中国人遇到西方人呢 双方一般都是微笑着打招呼 不管认识还是不认识 而中国人遇到中国人情况就不一样了 遇到领导了 那简直是脸上堆成一个菊花 极力的微笑奉迎 其他情况呢 除非比较熟悉 否则形同陌路 谁也不理谁 在营地里的伊拉克人摸准了中国人这个秉性 遇到中国的领导也开始笑脸相迎 遇到一般的中国人也开始爱理不理了 第四人员休假 西方人呢工作一个月回家休假一个月 休假期间的待遇是不变的 中方管理人员是工作六或者一年休假一个月 休假的期间也没有什么待遇 中国工人呢没有休假制度的安排 能否休假完全由领导决定 也许你认为中国工人太老实 不敢争取休假的权利 但实际上不是这回事 中国工人呢没有几个愿意休假的 因为害怕一旦回国休假就来不了了 能干多长就干多长 中国的外籍员工有周末 中国籍的员工没有周末 天天加班 中国公司和西方公司成立了一个联合体 按照联合体的休假制度 联合体的中国籍员工必须工作一个月 休假一个月 但中国公司坚决不同意 只同意在联合体内的中国公司的外籍员工 工作一个月休假一个月 中国员工 中国籍的员工不能享受这个权利 这个休假安排是非常奇葩的事情 是最能体现中国人欺负中国人的精神情怀 第五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公司领导的工作和报酬 时间长了呢 这个营地的外国人也都看出了中国公司的很多门道 他们发现了中国公司的领导工作就是动动嘴 从来不动手 而且享有丰厚的特权和报酬 身边呢 还总是簇拥着一批人 伺候着 很多伊拉克的员工就说 在你们当中国当领导啊 不干任何具体的事项 而且还有人来巴结奉吟 没有人敢给领导提意见 真是太好了 太舒服了 人性是相同的 对美丑的辨别的标准也是一致的 我们可以通过以上的几个小事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西方国家给伊拉克的是什么印象 是平等 是正义 是对人性的充分尊重 是对普通人的一致的关怀 就说人人平等的嘛 而中国给伊拉克是什么印象呢 是对底层的漠不关心 是对个体精神的讶异 是森严的官本位的思维 官大一级压死人啊 还有就是我们中国普通人的隐忍 自干 堕落 很多伊拉克人看在眼里啊 想在心里通过对比 他们真正的明白 谁是有正常价值观 谁是正常的人 所以说了解了之后 那么我们在巴斯拉海关 那些海关的警察 对中国人投来启示的路光 和不屑的神情 能说明什么呢 奥威尔在动物龙庄里面写到 所有的动物一粒平等 但有些动物更加平等 孟子的人必自辱 然后忍辱之 作为一个中国人 不要总是盯着别人头上的头发比较稀少 我们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满头的笼包好吗 感谢大家注听今天的自由发声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顺畏